Valeria是墨西哥来的召唤生,她是17岁,和在Lincoln11年级,她会说西班牙文和英语,还有一点普通话,她喜欢游泳、听音乐、踢足球、跑步和吃不同文化的食物。 Jasmine也是一个Lincoln中学的学生,16岁,念11年级,她会说法文、英文和普通话,她喜欢画画、跳舞、去旅游和吃中国菜,她爱她妈妈,她很高兴看到Valeria,因为她没有兄弟姐妹。 Isabelle今年32岁,是一个家庭媳妇,她想做一位住宿妈妈,因为她想赚钱给Jasmine上大学。 我很高兴。 你们是Jasmine和她的妈妈吗? 你们好吗? 很好,你累吗? 我一点累,也很饿。 我们带你回家吃饭。 我们回家了,我帮你开你的行李。 谢谢。 我们到家了。 这是客厅,有很长的沙发,还有这个大电视和钢琴。 然后我们去上边看看吧。 这就是厨房和饭厅,不是很大,可是很干净的。 再走过去就是第二个客厅。 这个客厅比较小,可是很舒服的。 我们再上去吧。 这就是我们用的厕所和卧室。 我们的卧室有很多的窗,所以很光的。 这个房子不是很大,可是希望你能住的舒服。 你的卧室我准备了在下面。 你先去休息吧。 我刚才电视。 我们用这个地方。 我们用这个欢迎Chuzy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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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我们用这个欢迎Chuzy。 我们在这里 我很喜欢自己的食物 我真的很喜欢 我想是以色性食物 我想知道中国食物有什么不一样 芝士粽子有糯米饭和鸡肉 粽子用鸡肉包的 粽子真的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听起来像tamales 因为他们用椰子包面团 tamales用豆乳米也包着 里面会有芝肉或者芝肉 这是奶茶 我最喜欢喝这个 你嫌恨吗 嗯 很好喝 这让我想起来 Ochata因为也有奶 这种是我才饭了 我很饭了 回家了 三个月后 现在Valeria要回去墨西哥的时候了 她很伤心和不想走 因为她和Jasmine做了好朋友 Jasmine和Valeria到机场的时候 两个女孩都大哭 她们饱了之后 Valeria上了飞机回墨西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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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那邊老闆 是那邊老闆